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回到健康家主 雖然我們一向做西式糕點 但連近碎碼 我們都做中式的 繼上次做紅棗糕 和桂花糕之後 今次我們再基本點 做椰汁年糕 年糕一向大家印象都是 一塊餅一塊磚 變化小一點 今次我們再加一些新意 我用了一個做法式Mousse 用花型的帽子 做這個年糕 我都不知行不行 一齊大家試一試 我們先看材料 水180g 片糖200g 椰汁150g 糯米250g 煎米粉40g 燉麵30g 菜油30g 材料很簡單 我們就開始製作 由於始終試身的關係 我都擔心脫霧 拿了一支脫霧劑出來 噴一噴霧 噴完了 不停的 因為要拿進廚房去噴 噴完就是這樣 拿200g的片糖出來 首先要切碎 為什麼要切碎它呢 如果要把冰糖放進去 其實一段時間還未熟 到你熟得來的時候 你的水份就蒸發了很多 所以整個方法就不同了 你不要怕它太硬了 但是它一啞解到外面那一層 然後就很容易做 像我們去蒸巧克力碎 現在要切碎它 然後把冰糖倒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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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把水倒進鍋裡 不要開火 不然乾燒很傷的鍋 這裏我剪接過的 現在這個時間的水已經開始滾了 我先放這個片桶 全部倒進去 因為表現面積增多了的關係 應該就會容易容易 現在我們拿手動打蛋器出來 這裏要提一提 大家要用直膠 不要用普通膠 一邊轉一邊煮 就一邊融化 好 弄了一會 手感上已經覺得沒有了 就差不多了 現在眼看上去都沒有 可以離火 再過篩 穩固一點 現在看上去就像沒有 真的沒有 不要緊張 因為我們始終都要倒進另一個容器裡 好 加上150克的椰漿 倒進去 然後隨意拌勻 均勻就可以了 沒什麼特別的方法 這部分就OK了 先用備用 我們先處理了些粉 先 首先就 倒250克的糯米粉 倒進去 因為我加了一個小 好 倒完之後 就倒 尖米粉40克 燉麵30克 要有點黏 黏 黏的好 稍微加少少壓力 這樣會容易過篩 因為我冷 不時用小篩慢慢做 快一點 基本上已經混成了 沒有了你不放心都可以這樣做 通常呢 很多人都說要中間做個洞 給你落剛才的椰漿 那些東西 但你會發覺 多數都做不到 你做完它 煎回來 煎回來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有個好方法 先做平它 然後你拿個差不多大小的碗 出來 壓下去 一下 一下 拿出來 就是這樣 沒問題 好 遮一遮 因為現在水少了粉多 肯定會爆飛 如果打起 如果我老婆看到我 弄到四處都是粉 我死定了 好 第一次成功 看看第二次 好 好 真的爆 我想給你們看到 變化 算一算 爆了一次 好 這裏我弄了差不多第六次 免得阻礙大家時間 因為它已經 現在變成虎狀 可以用刮刀幫忙 讓它拉均勻一點 拿到哪邊位的 漏網之魚 不要浪費 然後再用電動打蛋器 攪拌一次 我將它 盤 做日時針 打蛋器就正時針 變成人肉的廚師機 好 打了一陣 差不多了 好 再過一次 如果麵粉有粒粒 都很大 我們試一下它 看看它如何 不用 什麼外加壓力 它自己下去 應該都幾滑 OK 沒問題了 武器才乾了 現在試一下 倒些東西下去了 好 做蛋糕一樣 抖一下它 轉一下它 燈 燈走 氣泡 好 今次準備蒸鍋 現在 首先 放多一點水 因為我們會 蒸一個小時三十分鐘 放多一點 中間就要加水 其實水滾了 剪接了 放一個 帽子上去 加上加高的墊 再蓋上蓋 大家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 咖啡色變白色 因為剛才忘記了 加石紙 我後來馬上加上去 現在可以蓋上去 現在就 過半小時之後 哇 真是時間匆匆 這樣就 蒸了出來 不過就不知道 可以不可以 先放涼 好 放涼 換個碟 就好了 如果倒就這樣倒 好像有點危 不要再把碟一起 一同一路 一同一路 好了 嘗嘗那些 脫毛劑 是不是真的有用 咦 好像OK 咦 OK 中間有少少不完美 不過都OK 好 就完成了我們這個 金銀滿屋花開富貴的 椰汁圓谷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麻煩你按LIKE 訂閱 和可以分享給你 喜歡做食物的朋友 今次的節目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